相信大家都曾因為缺少一個電源插孔而困擾吧 對於像我們這種DIY一族的人來說 工作桌上肯定少不了為此而生的排查 因此這還不算是個問題 然而我們更常遇到的 是當實驗中需要多組DC電源時 工作桌上卻怎麼也不可能 同時有這麼多台電源供應器啊 一來所廢不知二來也沒這麼多空間啊 這個時候一台多通道的電源設備就變得期貨可居啦 所以身為DIY愛好者 自然要為我們的需求 自製一台超多通道的電源供應器啦 我們今天預計要來實作的就是 ATX電源擴充成多通道電源供應器 講到這裡 相信一定會有人說 這不是老梗了嗎 ATX擴充模組 老早就有在賣啦 這還做個什麼鬼啊 其實沒有錯 我原本也是高度期待這個模組能帶來給我的便利 因此我老早就買了好幾組 但直到最近拆開來看才知道 這模組離我原先的期待還是有些差距的 像是街頭不能插香蕉頭 距離也不對啊 既然如此換個街頭總可以吧 很抱歉 PC版預留的接孔太小 根本也插不進去 在此之前如果你是第一次來到這邊 我們的頻道主要是分享電子工程與遷入式系統的實作以應用範例 如果您對此感興趣 請您一定要點贊訂閱我們 預祝所有的朋友在探索科學的路上都能更前進一大步喔 接著我們就要來看看要如何實作這個多通道的電源供應器呢 先看看這個現成的擴充板吧 因為它已經從ATX電源中拉出所有的電壓通道啦 但因為前面所說的缺點 所以我決定用一個簡單又可靠的密技來改善它 那就是 直接 再把它跳出來啦 這樣就可以完全按照我們的需求客製化 除了原本的正負12伏 正5伏 正3.3伏 我們可以都再擴充一組 可調電源出來 正12伏電源 我們可以使用 XL4015模組來調整電壓及電流 負12伏的部分 因為XL4015沒辦法操作負電源 所以就只好自己實作一個簡單的射擊水偶戲啦 正5伏 即正3.3伏的部分 使用DSN6000 AUD模組來控制 然後用這個簡單的電壓表來當顯示器 組裝後的面板規劃 大概會長成這個樣子 然後 擴充出來的電源 都用不同的BANANA頭來做區別 所以現在就立刻開始來實作吧 實作一開始 我們馬上就會遇到的第一個問題 就是如何把手中的各個部件 安裝及固定啦 對於我們這種DIY小咖來說 我們能做的 只有盡量找手邊 現有 又容易加工的資源啦 在一番掙扎後 我還是傾向於 犧牲一個我寶貴的玲瓏盒抽屜 因為他的尺寸剛剛好 而且又容易加工 強度也夠 選定了外殼 接下來 就可以對我們的模組進行加工啦 如同我們先前所說的 我們會把每一組電源 擴充成兩組 其中一個 會外接電源可調模組 然後把這些導線都接出來之後 我們就可以把模組先接上去啦 那接下來 我們要如何把這些導線 連接到輸出鋪上面呢 我想使用一片電幕板 來加工成前面板 除了可以增加強度 另外也方便在板子上 額外黏一點小配件 為了連接香蕉頭 所以我們必須先 標記出一個標準的距離 然後也要先安排好 各個部件的位置 在全部的位置都標記好之後 接下來 就是一大堆 繁鎖的加工工程啦 挖好一組洞之後 然後我們還是先來試一下這距離對不對吧 看來是沒有問題的 我來就是要穩定了 我可以把圓房打給我 打開 自然你會把圓房装壞 我會把圓房移到 我會把圓房移到 你放在地上 在地上 我會把圓房移到 我會把圓房移到 到這邊前面板的樣子已經差不多出來了 所以接下來 我們就是要想辦法把它合進機殼裡面了 合進機殼後 接下來我們把剩下的洞都挖一挖 再來就可以把全部的香蕉插座都接上去了 可編電阻分別用來調整四個不同的可調電壓通道 接著就要來把所有的輸出電纜線接到個別的香蕉插座上了 全部都安裝好之後 接下來就是重頭戲啦 要接上顯示器來測試看看到底會不會動啊 要安裝這個電表 我的建議還是那句老話 按圖施工保證成功 我一開始其實是按照直覺來安裝的 如果接錯會不會壞我是不知道 但確定的是會影響電壓電流量測準確度 安裝好之後 接下來就要送電測試啦 啟動 電表有顯示數字 這樣基本上應該就會動啦 接上旋鈕之後 看起來就越來越有那麼一回事囉 最後 我們現在要正式的來把顯示器給安裝上去啦 我們先在下方放一塊用電幕板裁切出來的底座 看到這顆鋁電池 其實就是用來替代用的通道啦 我們前面有說 有一個3.3V通道會外接 DSN6000AUD模組對吧 但其實這個模組的輸入電壓 最低 只支援到5V 所以 我們乾脆就把3.3V的這個通道 改成用兩顆鋁電池串聯 供電的隔離通道啦 看起來工作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至於-12V通道 我們必須自己外加一個 複數的符號 因為電壓表不支援負電壓量測 所以我們是把它反向伏接在輸出通道上 總結一下我們這座電源供應器 除了原本標配的電壓源外 還額外多了一組 電壓電流接可調的12V通道 一組電壓可調的-12V通道 一組電壓可調的35V通道 以及一組電壓可調且隔離的35V通道 除了再也不缺3.3V和5V電源之外 以後如果要操作正負雙電源的類比IC電路 再也不用大費周章的搬出兩台電源供應器來串接啦 如果你問我是否建議大家DIY這個專案 我的答案覺得是肯定的 除了它是個不錯的練習 另外因為架構單純 實作成功率其實是很高的 至於性能可不可靠 就等我先用一段時間後再來分享啦 感謝您的收看 有問題歡迎給我留言喔 影片的最後 就讓我們來看一些簡單的測試吧 我們歡迎影片 我們在這邊都在影片下方 對嗎 有問題的影片 我們在影片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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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 我們在影片下方 又在影片下方 对不起 鬼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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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